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川普總統在星期一的凌晨 突然之間發了兩個推特 這兩個推特就是 說要準備 他星期五的時候 要針對中國大陸的 剩下來還沒有上稅的 或者是稅只有10%的要升高 這個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 包括各地的股市都大跌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中經院的李淳教授 跟我們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李教授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的問題我想很多人的問題 都是在這裡 就是上個星期 美國代表團在北京談的時候 還談得還不錯 事後也沒有一些負面的消息 甚至有報導說 這個星期三 劉鶴就要來華盛頓 然後有可能星期五 就會達成協議 為什麼有這個突然之間 川普的推特的這個變化 我覺得這個所有人都很訝異 事實上我上個禮拜 才在美國華府訪問 拜會很多智庫 但那個時候大家基本上 雖然覺得說 對於就算美中達成協議 不要太過於興奮 因為這是很長期的過程 但是大家還是覺得說 這個禮拜或者是說 再加一個禮拜達成協議的機率 是非常高的 沒想到我禮拜一下飛機 打開手機就發現說變天了 這個推特上說 這禮拜五要把2000億美金的關稅 從10%要提高到25% 我想在包含這幾天 陸陸續續揭露一些訊息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到 就是說 第一個 這次川普突然轉變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官方的原因 是說中國大陸過去做了一些承諾 現在想要倒退 要撤回這些承諾 當然他這個訊息沒有講到說 到底提了哪些承諾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美中這一開始談判 他們就設定了幾個 本來就很困難的目標 包含了說要停止所謂 這個強制技術移轉 要停止這個 透過網路這種方式來竊取 所謂商業秘密 或是乃至於說要停止透過 在美國的併購 大規模的有系統的併購 去取得美國科技這些 這一些 然後還要停止對中國製造2025 就是產業政策的補貼 這赤字反而不是談判的重點 貿易赤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個 其實都是中國大陸過去習以為常 在推動產業發展的方式 好 我們喜歡不喜歡 對 我們可以想像對北京來說 他都需要很多時間來做調整 就算他口頭的承諾 大概美國也不一定接受 不一定接受 何況北京可能有對於某些議題認為說 我並沒有做錯 為什麼我要做出承諾 那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中國確實準備要做出下定決心 然後很大的承諾來配合美國的要求 可是同時間我們猜測 北京可能也有要求其他的一些補償 甚至包含了兩岸問題 或者說在其他非經貿易 他要求美國做出承諾 所以很有可能是談到現在 他們發現其實美國在其他領域 譬如說我剛才假設的台灣問題上 都沒有做出任何可信的承諾 因此北京決定說 那我在經貿議題上 我也不要做出這麼大的任務 這些我們必須談判講 都可能混雜在這個所謂最後議題 然後面臨破局這樣的情況的情境 那也導致了說 川普總統在聽取了這個Lyheiser 就是他們談判代表 從北京回來的 就是在上個週末的這個簡報之後發現 他們屏幕大概發現說 如果不出重手 大概第一個 北京可能不會妥協 第二個可能很難在原來既定的 這個時間內完成 所以才宣布說要擴大這個客觀稅 就是把稅率提高到25% 最後一個可能就是 這就是典型的川普做法 就是虛無飄渺 一時放鬆 一時加緊 可能接下來又放鬆 又宣稱說這是 這是偉大的朋友之間的這個成果 那這些不確定性 也許第一個就是他想要創造 談判籌碼的方式 第二個呢 我們要知道現在很多人評估說 美國的貿易戰其實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把在中國的外資嚇跑 包含美資 台資 日資 因為大家說好 我受夠了 好 我不曉得 你要剋25%你就剋到底 你要嘛就是停 現在一下子剋針 一下子停 一下又不剋 大家想說這個不確定性太困難 就可能要加速離開 說不定這也是美國利用這種反反覆覆的原因 說突然變在最後一刻變局就是翻盤的原因 那這些原因都可能思考 有一些是檯面上他會講出來 有一些可能是在幕後大家在討論的時候這種策略 那種想像未來可能變化的時候所作的決定 您剛剛講這三點 其實這裡面都有很多的內容 那似乎每一個的邏輯理性都不大一樣 譬如說你現在要求中國大陸做一些結構性的一些變更 包括你在海外併購取得科技的方式 包括它對於國營企業的補貼 但是大陸會說這個其他國家也都在做 為什麼單單挑我們來施壓 這個是不公平的 那第二個是說非經貿議題 比如說像台灣 在過去的例子裡面 有把這個非經貿議題放進來 以前我們看到美中之間 經貿就是歸經貿 基本上跟其他議題切得很清楚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還是有嗎 我覺得可能性絕對是有的 主要原因在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 美國提出的要求都是一個 從一個市場 從一個經濟的角度提出要求 它基本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所謂公平競爭環境 他認為中國大陸現在一些企業變成世界級的冠軍 的過程其實是因為不當的國家介入的福祉跟協助 所以才會變成世界冠軍 那這些世界冠軍來跟美國企業競爭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認為美國的出發點是所謂公平競爭環境 可是我們必須要看到這些改革一旦開始推動 它對中國來說是一些動搖國本的一些做法 因為它這些改革會根本的改變了 中國大陸目前整個經濟運作的結構 乃至於說它會改變了中國整個政治生態的結構 所以它不是一個市場競爭議題 那我相信從北京的角度 他一定會很清楚地要跟美國闡述說你要求我做這些 第一個 我不完全同意 第二個 就算我要改 我要付出的代價跟成本是遠遠超過你所追求的所謂公平競爭 所以你必須要給我其他領域的補償 我才可能去考慮回應你的情況 總而言之 美國的要求看似簡單 可是中國大陸要做起來是非常困難 那這個困難之餘 美國必須要做其他的補償 來製造中國願意妥協的誘因 所以本來這個談判就非常困難 大家都預測說 不會是一次就結束的這個問題 更何況現在加上說 美國總統大選接近了 我們可以看到民主黨人躍躍欲試 上禮拜已經有第20號 民主黨人宣布他要開始參與黨內的初選 這麼多人意味著說 大家都覺得川普剛好 大家都覺得是有希望料到川普 黨選總統重新執政 那我想對川普也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他在對中談判上絕對不能示弱 絕對要展現出強硬 而且絕對談出了結果 是能夠符合川普當初的這個承諾 跟他們宣稱的這個要追求目標 所以一方 兩方都有這麼多的限制 一方是美國是國內選舉 政治生態的限制 一方是涉及到國內改革之後 對於自己經濟 乃至於政治運作的衝擊 所以這個大家步步為營 好 那要確保該要的一定要到口袋 好 不會再跑掉 我們可以單純光是從這幾個面就可以想像 他們過去很順利 現在突然不順 都應該可以是在理解的範圍 只不過現在因為之前前兩個禮拜 美國一定一直放話說談得很順利 所以大家才覺得很錯愕 說怎麼突然直接U-turn 就是回轉 然後翻轉 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往後一步看說 他這個這麼複雜的 錯綜複雜的關係 如果可以談出一個架構協議 大概就已經是不得了的成就 何況美國現在好像感覺要趕盡殺絕 一定要做出具體承諾的情況下 也可以考慮感受到 就是他的挑戰本來就是非常艱巨的 談不出來 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 或是說要需要更多時間來談判 有一個事情 美國到目前沒有做出具體承諾 就是美國現在在中國進口的 500億商品裡面它有25%的稅 有2000億的商品裡面有10%的稅 這個懲罰性的關稅 一旦達成協議了後 美國並沒有承諾要把它們取消 這個是一個從外界來看 似乎無法理解的 但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說 我怎麼能確保你中國一定會履行這個協議 那我保留這個東西 要不然我把一個先取消 另外一個我還是保留的 就是用這個東西來逼你要執行這個協議 否則的話我還要再往上加 那對於中國來講 我談了這麼久 就是要把這個懲罰性關稅拿掉 還恢復原狀 不然的話我這邊一直讓步在幹嘛 如果說我一直讓步的結果 最後美國還保留了懲罰性的關稅 那我怎麼對內交代 這不是喪權辱國的談判嗎 那劉鶴要怎麼辦呢對不對 完全沒錯 其實當然美國現在要求 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了 其實譬如說在我們過去春秋戰國時代 兩個國家結盟之後 都要把小孩放到對方搜出去 就是要有一個人質作為一個保障 回到現在美中談判 美國也需要一個人質 那這個人質就是關稅 他必須要把關稅留在手裡 不取消作為一個籌碼 原因還是回到美中談判的這些問題 舉例來說 美國說你都是透過這種國家在背後 作為引武者方式 在大規模的海外併購 投資取得我們這個科技 好那北京可能承諾說 好我以後再也不會支持這些海外併購 但問題來了 有一些併購已經發生 正在on公演 正在審查當中 或是正在談判 或是剛剛簽署 有一些這個併購已經在 這個初期談判階段 所以中國的這樣的一個承諾 到底有沒有履行落實 不是明天就可以驗證的事情 他可能會需要半年 甚至一年的數據 才能夠看到說 中國是不是對美國的高科技 美國的新創這個產業的投資 是不是有出現大幅下降 他需要一定時間 六個月八個月十二個月來觀察 他才能知道說你有沒有履行承諾 那在這十二個月裡面 我必須要留有一點人質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籌碼留在收益 來確保說十二個月後發現說 你不但沒減少你還增加了幾下 那我當然還有辦法來要制裁 你要求你來履行 所以美國的做法是完全符合 美中談判這樣的一個性質 或者是說網路竊取科技 那更是需要一個滿長的時間 然後要釐清到底這是私人的駭客 還是政府在背後支持 這個都會需要滿長時間 所以總而言之 因為美中談判不是在談關稅 關稅很容易 明天就可以降到零 而且我的產品一報關就知道我要不要付關稅 這個是一翻兩電影 24小時後就可以驗證 那只不過說他們這次談判的議題 是無法隔天認證 甚至無法半年認證 可能需要很少時間 所以美國要留這個人質在手裡 那從北京的角度 就像您剛才講完全沒錯 我談了半天 結果我現在受的這些屈辱 不公平的對待都沒有消除 那我很難對內部交代 所以這也是傳出 外界傳出說這是導致目前這個 美中談判卡關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星期一的清晨大概是12點的時候 川普的推特發了 一直到星期一的下午3點鐘 大陸一片沉寂 官方不評論不報導這個事情 3點鐘的時候外交部發言人 做了一個很短的聲明說 還是會派代表團去 那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大陸覺得忍辱負重 覺得前面已經如果是不談的話 不把這個協議做出來了 前面這些所有的前功盡棄的呢 還是說這次去也有說法說 可能代表團的規模會大大降低 甚至劉鶴去不去都還是疑問 這一次的談不是真的要來談成協議 而且可能就是一個想要知道 你美國究竟意思是什麼的一個團的意向 你怎麼看 我覺得指標的關鍵其實是在劉鶴 如果劉鶴有出席 那就表示中國大陸可能手上 還是有拿一個清單 準備要回應美國的要求 因為坦白講 我想美中雙方談判團隊是最了解 到底當初為什麼會撞牆 導致川普總統做出這麼大的 反轉的主因在什麼地方 但是可能就是說北京在先前的談判 所收到的訊息沒有那麼強烈 他可能沒有感受到說 他對某些議題的調整 竟然會導致美國做出這麼極端的反應 所以我想他在評估 到底我當初到底是哪一個問題 造成了美國 還是說所有問題美國都非常不滿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評估的 因為我想很明顯的是 這個雙方對於這種談判承諾 倒退的影響性的評估 可能是不一致的 川普說中國要重新談判 有到這個程度嗎 他的判斷 所以因為所謂在國際談判上 倒退就是要重談了 因為譬如說當初你說你承諾到100分了 那我也因為你承諾100分 我也做出對應的100分的回應 那現在你說你要退回80分 有20分我現在不能承諾 那我當初給你的100分的承諾 所以這個就是叫做 就是重新談判了 那現在就是不知道哪一個議題 還是說只有一個議題 還是有好多個議題 所以我想北京第一個要評估 到底是哪裡出錯了 就是第二個 為什麼我們收到的訊息 跟川普反映出來的反應 為什麼會有落差 那第三個就是說 那我們評估出來 出錯那個議題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接下來這個禮拜 把80分再加回100分 而且我們必須要知道有時候 你說要撤回到80 現在你就說好啦 我維持100 對方不一定答應了 這個就我比較好奇 就是談判的時候 不是說是像一個金字塔一樣 逐步的往上弄 而是有可能是因為一兩個 焦灼的問題 整個推翻重新來的 有可能 有可能 談判基本上一種是這種堆砌式 這個叫button up 從下往上彈 另外一個談判是叫top down 從上往下彈 就是我先開100分 那你告訴我 你做不到哪一些 你跟我說你只能做到90分 那我們來看看 你要拿掉10分是什麼 我可不可以接受 這個叫top down 所以不一定是堆棄式 也許是100分往下減 也有可能 就是排掉一些你做不到的 那我們談判只聚焦在 你說你做不到的 我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 就談判還看 我們現在不知道 他們是有哪一種模式 但是看起來美國談判 大概通常是top down 我先把一個100分清單給你 那你跟我說哪一些 你做不到很痛苦 那我們再來談 那現在可能就是美國 中國本來說 我要拿掉10分 現在說我要拿20分 那我就 我剛剛就講說 在國際談判上 確實有可能出來 出現說 他現在就算中國反悔說 好啦 我不要多 多扣分了 美國也不答應了 美國說現在情況變了 總統已經說要瞌睡 你必須要給我到110分 我才有辦法說服總統 川普把他要加稅這個放話 把他收回來 他現在已經講了星期五 他就要這樣子做 所以又有時間上的壓力 給中國這邊 中國現在不但要 不但要把打走10分放回來 可能要再另外加10分回來 所以就是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那這個時間壓力 往往確實就會創造出這個效果來 我們下一段我們繼續 來跟李淳教授來談 這一次的事情 它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後續效應 然後在美國內部 會是怎麼樣來評估這個事情 我們待會來繼續談